我是文立,海闊天空創投的創辦人和管理合夥人 海闊天空是一個創投基金 基金的意思是我們有一筆錢,可能是不同的人 我們叫LP,收集一筆錢,幫我們投資 我們這個創投基金是投資初創企業 通常是跟技術有關的初期企業 這就是創投基金 其實本身我是一個創業者,我創辦過兩間公司 其實很多好的企業需要免得很多問題 包括資金問題,包括一些經驗上的提供 或者有些聰明的人指點一下 包括我自己的貴人會幫助 我希望有一天,當我有一些成就 有些能力的時候,我可不可以幫助其他人 天使投資是在外國,即英文傳過來的 叫Android Investment 其實我覺得譯音,譯音是非常好 通常這麼早期的企業,成功率是不高的 但如意投資的人,當然一定是有商業回報的目的 但其實很多時候也是一份天使的心 我們股東是一些香港的家族,大企業 我可以做一個開飛天空創投 專門投香港相關的企業 其實他們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究竟是一個做社會責任的事 還是真的想賺錢的基金 不要緊,講清楚,他們有兩條數 但我自己這樣看,我覺得其實香港 在社會上需要一個我們叫Home Base 即是香港為出發點,香港的基金 第二,其實我自己覺得香港是有很厲害的人才 有極好的地理環境 中西的交界,中國和世界的交界 有很好的整個大灣區的 我們叫Suppie Train 這個供應鏈的支持 大學也有極好的教授 其實有很多很好的因素 為什麼很多人第一次覺得香港做這個 初初不能做的原因 就是第一次覺得香港只有18萬人 你做極的都要700萬人 這個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客觀 所以問題就是你作為一個創業者 第一次就問你這個問題 看看你的目標是什麼 其實VC 投得的項目 就不會只看這麼小的市場 當然了,如果它有一個很大的市場市場 或者是美國,或者是中國 就比較好似的 這個是比較適合的 但是不要忘記 以色列有多少人 很多很好的開始項目 其實不是不可能的 問題就是難度會有 所以創業者本身 一做的時候 他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究竟我可不可以突破這個市場 不可以突破的話 不就不突破 我只做香港一年賺500萬 對一個小團隊來說 要創業者想清楚 究竟這條路怎麼走 我覺得不是什麼大問題 相信當香港人 很多人都願意為自己的目標 去嘗試犧牲 其實我相信會有很多偉大的事情